天热的时候 这道菜在我们家最受欢迎 大家好 我是大树饿斗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道清蒸童子鸡的做法 也是盐水蒸鸡的一种 做法简单 用料干净 原汁原味 鲜嫩多汁 首先我们准备一只童子鸡 我这里选的是三黄鸡 它肉质细腻特别嫩 可以很容易被蒸熟 特别适合老人和小孩吃 因为还没有长出黄油 所以蒸出来颜色偏白 在酒店做这个菜会给鸡皮上色 还会尽量保持鸡的完整 自己家里吃 以健康为主 做法就会略有不同 首先会把鸡肉处理一下 特别是做个小孩子的时候 我们先把鸡头剁下来 再把鸡脖子也剁下来 然后用剪刀把鸡脖子上的皮去掉 这里面包含胸腺 是鸡的淋巴器官 一般建议不要食用 再用刀去掉鸡屁股 再把鸡的胸腔给破开 既方便蒸熟 也便于我们把腹腔清理干净 下一步把鸡的脚趾修剪一下 再顺便把鸡爪剁下来 接下来我们开始清洗鸡肉 我们朝盘中加入摸过鸡肉的清水 要把胸腔中残余内脏 以及腹腔中没有清除掉的 鸡腎脏清理干净 它们有很重的异味 一定要完全去除 清理成这样就可以了 再换几次清水 多清洗几遍 一直洗到泡鸡肉的清水 不再浑浊 就到处来沥水备用 下一步我们制作 腌制鸡肉的葱姜水 准备两根清洗干净的小葱 把根部切掉后 用刀把葱拍一下 改到切成小段 准备一块去皮的生姜 用手把它按住 用刀头的部分慢慢的拍 把生姜拍成姜绒 姜绒的做法很多 也可以用研磨器研磨 我们把拍好的姜绒 放入一个碗里面 再把葱段也放进来 然后加入一碗清水 这里千万不要加热水 因为有嫩化作用的 生姜蛋白酶超过60度 就会失去活性 从而变得没有任何嫩化效果 接下来我们用手不断的抓捏葱姜 用力的挤出里面的汁水 我们尽量多挤一会儿 再浸泡15分钟 用漏勺过滤一下 就得到了葱姜水 这是让鸡肉鲜嫩好吃的关键 把沥干水分的鸡肉 重新放到大盘里面 朝鸡肉表面加入一点盐 均匀的铺开 然后用手搓揉一下 把盐按摩均匀 再倒入全部的葱姜水 然后用手把鸡肉抓捏按摩一下 接下来把鸡肉翻过来 也均匀的撒上一点盐 还是按摩一下 两次加了盐大约6克 每100克鸡肉加1克盐 充分抓匀后 把鸡肉按平 让它泡入葱姜水中 这样才能起到嫩滑效果 葱姜水中所含有的生姜蛋白酶 会对鸡肉进行嫩滑 然后放在一盘 腌制至少一个小时的时间 中途记得 每隔15分钟翻一次面 让它入味更均匀 经过这样腌制后 即便是最老的鸡胸肉 也能变得很嫩滑 腌制的时间 我们准备一下其他的配料 准备一些姜片和葱段 这个是蒸的时候 用来垫在鸡肉底下的 再准备一些清洗干净的虫草花 大约100克 它是一种菌类 味道特别鲜美 不仅可以提鲜 蒸出的汁水 还可以给鸡肉散色 再把小葱切成葱丝 用凉拌开浸泡一下 就会卷曲起来 最后根据各种口味 准备适量清洗干净的红枣 和一小碟清洗干净的枸杞 不喜欢的朋友可以不加 红枣要对半切开 把果盒去掉 准备一个大盘 把虫草花垫在底下 再把姜片放在中间 均匀的铺开 再把葱段也铺进来 做完这些事情 鸡肉也腌好了 把鸡爪和鸡脖子垫在中间 再把枕鸡铺上来 再盘子周围摆成红枣 酒店的做法 还会给鸡皮表面 刷上一层花生油 蒸出的枕鸡会特别漂亮 家里做怕油腻 我这里就不刷了 准备一口蒸锅 开大火煮至上气 水开后 先调成最小火 避免蒸汽碳到自己 然后把专机的盘子放进来 调成最大火 盖上盖子 就这样逐细蒸 20到25分钟的时间 具体时间根据鸡的年龄 和腌制的时间决定 如果是整机的话 就要加5分钟 时间到就立刻关火 打开盖子 把洗净的枸杞撒在表面 然后均匀的铺上葱丝 酒店的做法是 起锅之后放葱丝 再浇上热油 还是盖上盖子 保持大火 逐细蒸2分钟的时间 就可以关火拿出来了 枸杞不耐高温 一定要最后加 如果蒸久了 营养会损失殆尽 好了 一份香气不比 鲜嫩多汁的 清蒸铜子鸡就完成了 是比较清淡的 咸香味 完整保留了 鸡肉本身的鲜味 蒸出的鸡汤 也是异常的鲜美 有特别好的上色效果 可以刷在鸡皮上 让鸡皮变黄 我们还可以准备一个 蘸料碟 用研磨器 磨一点姜蓉 放入一个网中 再加入一点葱花 浇上一勺滚开的热油 激发出香味 加入一勺蒸鱼此油 一点蚝油 搅拌均匀即可 喜欢的朋友 还不赶紧去试试吧 我是大厨饿斗 感谢您的观看 如果您也喜欢我的视频 请您关注点赞收藏 转发给更多的人 请不吝点赞收藏